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一个我很喜欢熊正男这个角色 因为我从来没有演过警察 所以这次很想试一试 为了把女警的夏爽演绎出来 崇丹妮可不敢怠慢 接到角色后就开始训练跑步 这才在剧中能跟上小猎豹郑凯的速度 当然当一名警察除了加速度 持枪断案审讯这些基本功一个都不能少 不是在这里感叹他有多嚣张 而是要让他嚣张不起来 我记得我第一天拍戏的时候 我就顺拐了 同手同脚 当时导演跟我说 丹妮你放松一点 我说怎么了导演 他说你知道你顺拐了吗 我说还有吗 我以为我自己走得特别帅 因为我特别想把那种女警察的裤 给走出来 一个动作导演给了我一把枪 然后给了我五发子弹 他说你练一练吧 你就第一发第二发第三发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莫名其妙眼泪就流下来了 除了动作戏 崇丹妮在剧中还有感情线 一开始他和郑凯饰演的技反不打不相识 成为同事之后 慢慢的两个人之间 从半嘴打闹到携手破案 互相关心彼此 雄正男主角色 跟我本人的共同点是都很较真 就是一件事情如果没有搞明白 就是雄色是如果不破案 他会很痛苦 我是一个事情没有弄明白前因后果 就极其难受 然后不同点是我没他聪明 我一般去玩剧本杀呀 或者游戏 我都是第一个game over出局的人 而和这么多演技派一起合作也频繁 也让崇丹妮过意匪浅 我人生中第一部戏 就是跟国立老师一起合作的 他演我的爸爸 对于我来说国立老师是我的恩师 然后这一部戏呢 我们没有特别多的对手戏 但是戏里戏外 它更像是我们的大家长 和崇丹妮一样 在接演野平凡的女法医赵青年一绝时 汤梦佳还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不久 女法医这个角色当时对她来说突破非常大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非常喜欢犯罪悬疑剧 但是因为在拍野平凡之前 我接触到这一类题材的戏比较少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剧本 而且我看到有这么好的角色 我没有理由不演 凶手应该会选择柔软较宽的绳索来类似被害人 甚至有的时候会在教戏的绳索上垫上布呢 演员汤梦佳在《野平凡》中饰演刑警法医赵青年 工作中的他专业严肃认真 生活中又很简单纯粹 而且剧中妈妈的年轻时代也是由汤梦佳来扮演的 一人分事两绝也是一个小小的挑战 他其实是一个工作中非常理性又非常专业 但是现实生活中呢 又是有一点单萌属性的这样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 性格上我觉得我跟青年还是挺像的 就是其实现实生活中比较迷迷糊糊的 是一个比较想的简单的人 在近日播出的赵青年下线的剧情中 汤梦佳和林峰饰演对手戏 他充满恐惧却又强装镇静的状态让人心疼 那种希望通过自己的死去 可以唤醒林峰对无辜之人测影之心的眼神 让人动容 他回来了 确实都是第一次合作 全部都是第一次合作 反正我觉得和吕梁老师因为有些对手戏 所以在他身上其实学到了挺多东西的 我觉得包括凯歌和风歌 他们人也很好 然后他们也会就是没有什么保留的 告诉你他们的经验 也频繁正在东方卫视热播 百事TV全网独播 即将迎来大结局的剧情 已经进入高燃阶段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哦 记者陈湘芸编辑报道 谢谢